一盒雞蛋猶如奢侈品 可以是送給妻子的禮物 養雞的人形同爆發戶 最近俄羅斯社群網站上 出現不少這類影片 以誇張的表現 顯示俄羅斯一蛋難求 因為幾個月來 俄羅斯爆發缺蛋危機 蛋價狂漲 一盒雞蛋12顆 折合台幣大約100元出頭 每人現買兩盒 有些俄羅斯民眾 不為寒風 大清早排隊搶購 缺斷問題讓俄羅斯總統普丁 不得不重視 宣布在接下來的六個月 友好國家雞蛋進口免關稅 從土耳其亞塞拜展 和白俄羅斯增加供應 普丁表示是因為工資稍微提高 導致需求增加了 但CNN報導 普丁沒說的是 為何工資變高了 這和戰爭脫不了關係 此外因為國際制裁 俄羅斯盧布相對弱勢 推高了進口成本 另外還有戰爭的支出 普丁面對物價飆升問題 而俄羅斯總統大選 即將在3月舉行 但外界預測這對他的總統任期 影響不大 華視新聞專輯江玉文 專題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